全球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张医师原始点线上直播 要为我们讲总论三 请大家注意 我们欢迎所有的爱好者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我们还有回放 但是我们严禁其他平台转播或录制发布 谢谢 好 现在我们就请张医师为我们来讲解今天的课程 好 张医师请您开始 好 我们今天还是讲总论 把上个礼拜还没讲完的 今天把它完整的陈述 那我们请莉莉来把今天的单元念一下 中医与原始点医学都是通过观察症状 从因治病 以医疗保健之源改善体质 从而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反观西医不但从果治病 而且无保健方法 医治在治疗上 难以治愈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之症状 甚至对体力虚弱者 还可能危及生命 有西医以医器检查取代观察症状 试图将检查结果 当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 但此已犯了道果为因 及老病不分的过失 以致在诊断上 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还无端地使病人变多 在此情形下 唯有追本 溯源 才能找到解决方法 原始点医学 是从零开始 点点滴滴 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 先是通过找出压痛点按推 以归纳出一条脊椎 与七处原始点 之后又发展出 诊疗合一 及各种保健方法 进而了解老病的由来 及善终的重要 所以既可疗愈各种疑难杂症 也可避免无谓的治疗 并从众多案例 归纳出简单异形的 保健医疗方法 使民众能止减欲凡 自利利他 再从失败案例 反复检讨分析 因而能够突破 医学的瓶颈 明了外泥热原汁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必须直接用于体上位置 此外 还要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出痛点 并配合其他保健方法 以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体伤 及热能不足 如此 才能达到原始点医学的目的 即有病 可疏于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无病 可预防疾病 延缓衰老 生长寿命 显而易见 这种由民众掌握生命自主权的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生活化医学 才是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的最好方法 我们就从第一段 第一行开始来帮各位解释一下 这里先把三个医学还是都陈述一下 首先是中医跟原始点医学 这两个医学是比较一致的 他们都是通过观察症状 那这里因为这一段蛮长的 但现已篇幅 所以有一些字眼也没有写进去 比如说中医与原始点医学 都是通过观察症状 大家要了解 这个观察不是只有用眼睛看 还有包括思维 还有跟患者的对话 这些逻辑的推理 都是属于观察这两个字 所以不要把观察狭隘化 那观察症状透过分析这些症状 进一步从果推因 也就是如果以原始点它从果推因 因为它可以把症分为三种 然后属于何种体伤所致 那状必属他处体伤 这样就可以变出它的体伤位置了 所以为什么从果就可以推因 那另外因为症分为三类 如果看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 有就是重病 如果没有就是轻中症 这样也可以变出疾病之轻重来 所以通过观察症状 它几乎很多讯息就可以掌握住了 然后掌握住再来重因治病 那不管是中医或原始点 他们所谓的医疗保健之言 在之前都有讲过 医疗就是中医是以针刺穴位 那原始点是按推压痛点 那保健方法就更多了 最主要是内外热源 就像中医它是一针二咎三用药 那咎跟药就是属于保健手段 那原始点就是外内热源 这样来改善体质 当然还要配合其他保健方法 比如说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等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保命 及疗疑疾病 那为什么要把保命也特别提出来呢 因为原始点观察这些治疗 尤其现代医学的治疗 有时候他们症状是改善了 但生命却不见了 譬如把病毒杀死了 但是人体力越来越虚了 甚至命危了 甚至就像癌肿瘤 把肿瘤都割除干净了 甚至把它都用化疗药 也把癌指数控制了 肿瘤也缩小了 但是人却奄奄一息 甚至很可能在这个手术过程 或化疗过程中 人就已经往生了 类似这样症状是有改善了 但生命却不见了 所以医学治病第一个 它首要的是要保命啊 保命你才能说疾病症状有没有改善 要不然我们常常会听到 有时候一些医学的讲法就是 当医师努力在治病的过程中 比如说癌肿瘤 手术化疗各种手段都用上 当患者肿瘤也缩小了 甚至消失了 但却往生了 那对于患者的质疑 有时候医师就会讲 哎呀 我已经尽力了 虽然它症状改善了 我们治疗是成功的 但是病人却走了 治疗是成功的 所谓的成功是症状吗 但是命就不见了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这个纠纷一直存在着 那所以原始点照顾的 不管是中医或原始点 一定是以保命为主 尤其在重病患者身上 命保存了 你再来谈解决疾病 而不应该是 解决疾病了 治疗是成功的 但是命却不见了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这里特别把 这里从而达到 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这个把它完整化 让大家知道 治疗 医学虽然是治疗疾病 但保命绝对比治疗疾病症状更为重要 有这一层意思 好 那通过观察症状 当然就是诊断 从果推因 从因治病 这个就已经算是比较偏向治疗 所以中医跟原始点 他们是诊断治疗 那原始点更是诊疗合一 可以达到这样 那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在此不再赘述 那看下一页 反观西医不但从果治病 它不是从因治病 他们是从果治病 而且也没有保健方法 这个在之前我们都有医学的特色 也都有提到 所以在此就不再赘述 治疗上当然就会有一些困难 因为从因治病是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中医大概就是分它的体质 改善它的体质 来达到治病的目的 都是一样的 这些都是从因治病 但西医没有这个体质的概念 那所以对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致的症状 甚至比较严重像体力虚弱者 这个也就是我前面讲的 如果你不注意体力虚弱的情况 那在治疗疾病症状 反而会消耗热能 使体力更虚 那这样会危及生命的 这个就像手术后 整个体质都破坏了 会严重伤害组织器官运作 然后进一步消耗热能 这都会 严重都会危及生命 这也就是西医在保健方面 他们的不足之处 没有像中医或原始点是照顾体质的 是从因下手的 是从组织器官运作 还有它的热能 那中医当然就是辅足正气 前面有说啦 培本雇员啦 这些都是要把体质改善好 好 那这样就可以看出 从因跟从果 他们的优缺来 那西医 在这样从果治疗 就会产生诸多的缺失 好 那在诊断上 他们也有也是一样 在诊断上中医原始点是观察症状 直接就从患者身上的症状 去仔细推敲 然后从果来推 但西医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应该利用科学仪器 直接来看出体内 那看得到的体内的 他们以为就是疾病之一 好 我们看下一页 现在再谈的是下一页 这些检查 方向取代观察症状 但这些检查出来的结果 西医所谓的检查结果 当然指的就是 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及组织受损 除了组织受损属疾病之外 其异常形态跟异常指数 这都是果的现象啊 不是因啊 也不是疾病本身啊 所以很明显 他们想用科学仪器 来取代中医或原始点 观察症状作为诊断的手段 这样已经犯了导果为因 他们以为看得到的 就是疾病之因 殊不知这些跟因完全无关 而且这些现象 还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称它为导果为因 另外还有它老病不分的问题 就是异常既非症也非重 它根本不是症重嘛 那怎么能当作疾病呢 但西医只要看到异常 不管是异常形态 或异常指数 包括异常指数当然很多 高血压糖尿病 这是最常见的 他们都把它当成疾病 而且要长期吃药 但这些就会造成老病不分的过失了 那这样在诊断上会产生怎么样 诊断起来的结果跟事实是有出路的 它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前面也有讲 常常患者没有疾病 却检查出异常来 那有疾病 却所有检查都正常 这个就已经看得出来 这些诊断已经失真了 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老病不分 所有的异常 包括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这些属老的现象 老化的现象 结果它把它都当成疾病 大家这样就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西医的仪器 越来越进步 然后设备越来越精良 医院越盖越大 但患者却越来越多 也是这样老病不分 如果在谈到最近的新冠病毒 那更是这样 明明是盐 只要避开就好了 西医却把盐当成研究 甚至治疗的对象 那这个也是无端的使病人变多 所以才造成整个全球的恐慌 然后所有的人都害怕 事实上只要懂得重因治病 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那也可以在还没有病的时候 诊断它 头部或上背部有没有体伤 如果有那直接按推 还有温敷就可以解决 比现在花了那么多钱的疫苗 还有效 那成本又低 这样大家就可以达到自卫病 所以这些 如果没有重因下手的话 然后以仪器检查作为结果的话 这个最后这一点 才是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无端地使病人变得很多 一个病毒全球都动起来 都恐慌了 那到底疫苗能否解决 还是一个未知数 现在大家也知道 有些打了还是很多的副作用 也有人拒绝打的 当然也有人打得出问题 但是否打了就能够产生抗体 这个还有待观察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有办法 但明明从原始点 阴炎国的角度 从炎下手 这是逻辑不通的 所有治病如果以中医跟原始点都是从炎下手 不应该是从炎下手 好 那这里也可以看出西医的一些问题来 那如何来解决 好 我们看下一页 这时候我提出就是 在此情形下 唯有追本素颜 才能找到解决方法 不是说科技有问题 科技方法是中性的 但最重要你如何利用科技 首先 医学的观念一定要正确 逻辑一定要很清晰的 这样来用 就会患者好得很快 如果用得不当 甚至造成更多的破坏 身体的破坏 还有不必要的过度治疗跟检查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弊端 所以科技是中性 不代表西医用的科技 就代表它是进步的 那原始点也是一样 与时即进 比如说我们的外热源 那外面的电热器啊 远红外线啊 原始点也使用啊 那原始点不排 不排斥科技的 但你要善用它 这样对患者才有用 但你如果不从阴下手 却从果下手 这些科技移器来处理 有时候就不能解决这些疾病的问题 甚至还会危及到生命都有可能 所以科技没有好坏啊 就看如何来使用 那很可惜 西医 我说从检查把它复杂化了 那从治疗上 它又不能直接从观察症状 更直接的从果推因 而且靠仪器 把这些检查出来的果的现象 把它当成疾病之因 这是很可惜的 所以提到这一本素颜 就是我们后面下一页要讲的 就是如何从患者身上找答案 也就是从他的症状反应 来仔细思维 这样才能找到问题所在啊 好 我们看下一页 原始点医学跟中医跟西医 是不一样的 任何人要学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都要先读很多理论的书 原始点恰恰相反 它理论很少 因为它是出来的 这里有提到哦 这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我本身虽然是中医师 但因为实在用以前的 这些所读的 所学的 却解决不了现有的很多疾病 所以遇到我太太乳癌的时候 几乎束手无策 怎么用也改善不了 所以最后只好从零开始 那点点滴滴在我太太身上 开始摸索出来 最后当然前面也有讲过 前后差不多花了五年 然后通过在她身上 找出的压动点按推 这样最后归纳出 真正能解决前身所有病症的 就是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 那有了这样为基础之后 进一步再把诊断 再把它进一步发展到 变疾病之轻重 两个结合 那体伤位置跟疾病轻重 就是原始点 它诊疗的核心 好 那之后发展出 诊疗合一及各种保健方法 前面按推是属医疗 所以我这里就没有说 各种医疗保健方法 直接写各种保健方法 就是前面已经属医疗 后来 诊断跟治疗合一 还有各种保健方法 就陆陆续续研发出来 好 我们看下一页 那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更深刻的体悟了 生老病死的这些过程 那进一步了解 什么是疾病 什么是老 你们一致是异常没有错 以前是光滑的 现在变错 当然就是异常 异常形态 但这个既非症也非症 所以既不是症状 当然就是老化了 身体体表跟体内都是这样 所以进一步就可以 区分什么是老 什么是病 然后他们是有什么造成的 最后也了解 全部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还有到最后看患者 在热能慢慢消耗 人生走到最后终点站的时候 发现不能破坏身体啊 这样他才能够安详辞 否则你一用侵入性的 比如气切插管啊 CPR急救啊 这些他已经真的救不回来 这些无谓的抢救 对患者来讲 是一个不好的 而且在这样 他还是有感受的情况下 会造成更大的痛苦 在往生的过程中 就更不顺利 所以也从中看到很多例子之后 更加了解到 膳中是很重要的 如此 这样就可以 经过这样的发展下来 那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各种疑难杂症 那更重要的就是 避免无谓的治疗 也就不会让患者越来越多 只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他们 怎么样从生活中 来善用内外热源 还有按推 还有运动 心情良好 充分休息等 他就可以处理好了 所以这样在生活中 就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 这样可以避免怎么样 无谓的治疗 也就是不要把老当成疾病 那你在日常生活中 过程中 已经都在落实了 其实老也有帮助啊 也可以达到抗老征兽 预防疾病的目的 好 那 再来进一步从很多案例 慢慢原始点在这个过程中 全球很多的第一线的志工 还有爱好原始点者 因为他简单易行 所以他们很多案例 就会传到基金会来 做了之后 那原始点 这些案例 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 把它归纳出 简单易行的保健医疗方法 也就是如何让医疗简化 保健简化 然后两者合而为 唯一 把它说出来 做出来 那民众就能怎么样 只简易凡 用最简单的来面对复杂的疾病 来达到 他不但可以自己利益自己 自己的家人 还可以帮助其他所有的人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所以原始点 它是比较容易推广 因为它在推广的过程中 也没有所谓的侵入性治疗 或药物治疗 所以民众都能使用 所以 如果你真心发心 想帮助人 那这样自然就可以达到 自利利他 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跟愿望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真正让原始点突破的 不是 但是当然成功案例是一个激励的作用 让人家也比较很 比较心情比较好 因为帮助了人嘛 但是真正让原始点大幅突破的 却刚恰恰不是这些 而是每一个失败案例所带来的冲击 才让原始点不断的往前去突破 刚开始原始点在发表的时候 好像我每一次心情都比较低落 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也知道 如果我不把原始点医学 完整的再来讲给大家听 那中间很多过程中 民众是不能受益 比如说 我前后花了五年 把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找出来 这是实作方面 但是理论部分呢 这些都还没有讲 那如果我要写完 然后把理论跟临床都完整化 才把原始点公布出来 那我相信今天各位也不知道 什么叫原始点 所以为了急切的 能够帮助人民还有众生 我把研发的成果一步一步落实 也就是落实完 然后做出来之后赶快尽量公布 而不是等我所有的都做出来了 才来公布 这样是当初不了人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概念 所以当时我一条脊椎七处 大致找出来之后 我就在2006年出版书了 但也从那个时刻 各种病的挑战接踵而至 而越来越多的比较危急重病 这些都是现有医学很难的 但是原始点 为了突破这些 自然要有承担 但因为要承担 所以每次遇到失败的案例 内心的痛苦跟挣扎 这是很难让外界体会的 比如他已经明明一看就知道 已经奄奄一息了 呼吸已经急促 动不动就喘 然后还有水肿 面也无光泽了 吃不下饭 人也暴瘦了 这样的患者 明明就已经很严重了 要不要接受 这些都是甚至是医院 已经宣判死刑的患者 所以原始点没有理由是拒绝的 但这些患者来 原始点就是教他什么方法 能够改善现有的状况 尽量来做 即便再怎么努力 都还是会有失败 所以 在这个摸索过程中 自然我也常常尝到失败的痛 这些案例每一个出现 带给我不只是憧憬 甚至有时候是撕心裂肺 有一个有时候一个画面 就会停我好几个月 甚至好几年 甚至可能连我走后 这些案例都不断 会在我脑海里面盘旋着 但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冲击 所以才会激励着我 进一步再往前走 再往前如何想尽办法 把这些问题一一克服 所以原始点 也就是因为今天 因为苦 然后不放弃的 然后还坚持的想找答案 所以才能够突破 现有医学的瓶颈 最后当然这从2018年以后 更加了解到 原来外内热源 是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一定要直接用于体伤位置 那前面也有讲 如果外热源把它当外热源 就可以大面积涂在体伤位置 那如果你要把它当成内热源 那就可以借由灌肠 洗盐 喷鼻 甚至喷音道的 这样来达到热源直达体伤位置 这样对于 危急重病患者 才能够起到 因变果转 转为为安的目的 如果你还是用传统的 好像把热源藉由嘴巴进去 然后吸收之后再送到前身 有时候是达不到的 而且这样矿热费死啊 不如让热源内热源直达体伤位置 这样来改善就会更快 那也是在这样研发的过程中 进一步把按推原始痛点 甚至它解决不了的症 进一步再换处 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让整个医疗也更进一步完善 并配合当然我刚刚讲的 其他保健方法 这样就可以加强改善 特定部位的体伤及热能不足 医学一定要有所抉择 不是说所有人来 那全身都要处理 他一定有特别不舒服 特别要加强的地方 那医学就是 如何能够针对他这些病情 直接用医疗跟保健的方法 来直达这些体伤 还有热能不足的 不足的地方 那这样来特定的加强 那这样患者 就可以加速疗异疾病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原始点 经过种种努力 尤其在从失败案例中 这些刻苦铭心的画面中 不断往前进 才能够走到今天 也能够摆脱过去 很多医学 说不清 讲不明 也做不出来的一些问题 能够找到答案 好 我们看下一页 这样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把医疗跟保健做到极致 这样原始点医学的目的 就能达到 那达到原始点的目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下面要讲的 即有病 如果有病 可数益疾病 让这些疾病快速疗异 比传统的 甚至现有的医学 更加快速 然后让患者赶快转为为安 好 如果是无病呢 无病 无病也可以达到 预防疾病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 如果简短的写就是 无病可抗老增受 预防疾病 达到这样 因为我们从生下来 就注定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最后才面临死亡 那对于疾病如果能够先强化身体 达到自慰病 那不就更好 那对于老病 那个病我们也可以因为有方法 可以加速疗愈疾病 那老呢可以延缓衰老 到最后还是离 离不开 最后终点站会来 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怎么样 延长寿命 让生命拉长 这样对生老病死不就是更好的帮助吗 所以我们下 达原始点医学的目的 简单讲就是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我们来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就最后提出我们的看法 显而易见 这样这种由民众掌握生命自主前的 非药物非侵入性的生活化医学 才是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的最好方法 这一段也是原始点的目的 也可以说是原始点跟别的医学最大的不一样 他不是强调民众的生命自主前 是由医师来掌握 由医院来掌握 是由民众自己 然后来怎么达到自主前呢 他靠的不是一定要 比如说精密的仪器啊 豪华的设备啊 还有一些科技产品啊 都不是 他就是在生活化 然后以日常生活 周边就可以找得到的东西 就可以达到 这样把医学完全落实到 家庭 然后从家庭把它生活化 而不是 医学就一直摆在医院里面 然后让民众只要有病 非常不方便 然后好像完全都要依赖人家 然后只好跑到医院 不是 原始点最重要还是强调 一定要自己醒悟 人一定要自救 而自救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可以从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找到答案 好 那这里当然我有时候会说 这种由民众掌握 以前有时候会写健康自主前 或生命自主前 这个意思 差别在哪里呢 生命更强调的 它是生老病史的过程中 那健康好像是 比较强调在疾病方面 所以在这里就特别提出 生命自主前 有别于过去 只是比较有病无病这一类的 那这里生命自主前就是老 原始点要达到抗老 增瘦预防疾病 然后还可以达到治愈疾病 把严重的疾病都转为伪安 这样生老病史都解决了 所以这一段 是原始点真正的目的 也就是它不再只有局限在疾病了 而是真的要落实到 从生活中就要落实解决民众 这些生老病史的问题 好 那我们这一段就 补充说明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段 1 1 1 2 1 2 2